北京时间11月4日,英超联赛第11轮全部结束,利物普在和阿森那的强强对话中,拿到了一场平局。 目前赛季分榜上暂时排在曼城和切尔西之后,本场比赛萨拉赫又未能取得进球,在新赛季七场强强对话的碰撞中,萨拉赫之间格力威收,这其中包括了欧冠对阵巴黎圣日尔曼和纳布勒斯,英超对阵曼城、切尔西。 这次和埃森奈以及联赛杯对阵切尔西的比赛,萨拉赫已经不是上个赛季那个人挡杀人,不挡杀货的萨拉赫了。 2017年夏天,萨拉赫加盟了利物普,然后开始了他球王级别的表现,整个赛季过去,他不仅个人表现十分出色,还带领利物普打进了欧冠决赛,虽然在决赛中意外受伤,且遗憾未能夺挂, 但他整个赛季的表现已经堪称完美。 2001时期到18整个赛季,萨拉赫在各项赛事出场52次,打进44球送出14次助攻,场均制造进球超过一力,这也让他瞬间成为了达到梅西、C罗高度的球员。 然而仅仅一年过去,萨拉赫的状态就从天堂跌落到了人间,其实他新赛季也在十五场比赛中打入气球,状态不能算差,但强强对话临近球是他的致命伤。 萨拉赫那民宿机翁就表示,在我看来,他的表现不好,你看他今天真的非常安静,他好像出了些问题,或许是伤病影响了他的发挥,他不想受伤,和上赛季比,他真的判弱两人。 萨拉赫的超,神双态仅仅保持了一年,这更凸显的飞罗,梅西的强大,要知道,他们俩已经将出色的表现延续了超过十年之久。